今晚走访了香港金融业新员工小吴先生的家庭 小吴23岁 今年6月刚从香港大学毕业 直接进入金融业 起薪2.7万港元 他说长到4 5万港元会是挺快的事 但他属于香港年轻人里的幸运者 他的女朋友也是刚开始工作 进入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起薪1.5万港元 小吴的家在香港上水 靠近深圳罗湖 从他们家的窗户可以看到深圳的高楼 一家人说 那个方向过去什么都没有 眼看着高楼在这些年拔地而起 小吴家的房子50多平米 有一个大一点的起居是 三个比较小的卧房 最大的卧房目测大约5平米 另两个更小 这套房子是30年前买下的 如今价值一家人不太清楚 但认为可能三四百万港元 香港的房子很贵 所以面积都很小 现在买一套房比他们家还小的房子 位置如果离市区更近一些 价格要更贵 小吴的父母说 不知道年轻人们能怎么买房 小吴说 她可以和女朋友合着买房 就会轻松很多 她还是对未来挺有信心的 小吴没有参加近期的香港示威 但她说她这样的属于少数 她在大学里也没有参加过抗议活动 她说 搞抗议活动的更多是文科生 他们理工科 医学和商科参加的都比较少 这一家人都不赞成香港 目前有这么多示威游行 他们希望社会是稳定的 他们过去经常去深圳 但是小吴说 她最近不敢去了 怕被抓 她说 自己这么年轻 是男性 怕被误解是示威者 抓起来 她周围的人 现在都不敢去内地了 她说 过一段时间等到平静了再去 看来香港媒体把内地描述得好可怕 小吴的父母早年从内地来到香港 小吴出生在香港 如今父母都已退休 父亲在家里收费 交小孩子画画 问这一家人觉得 他们的生活水平在香港属于什么样 小吴说 她在中小学的时候 她的家境属于比较好的 但到了大学里 她的家境属于中等的 这一家每个月的房屋物业费约600港币 这比内地的物业费贵很多 但我们看到楼道里确实很干净 虽然是30多年的老房子了 水费很便宜 但电费比较贵 冬天是一个月的电费不到1000港币 但是夏天一个月约1700港币 医疗除了挂号费 其他基本是免费的 但是有些并在公立医院治疗预约 需要等候很长时间 搞好民生显然是 香港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